中哥今天晚上要公布CPI 但是昨天美股先还清 似乎是有一点点知道了 最近小台的空单又增加了 伤脑筋怎么劝就是不愿意退 可是外资今天又把昨天剪掉的 一千多口大台又补回来 他不懂这样的操作 我们可以看一下今天晚上的CPI 这其实相当重要 每个月大概会凌迟一下 尤其是像我们 我们就是城市交易者 你会被凌迟 对 都会有单子在里面 那有时候会反向的这个跳空 那就很可怕 就是晚上八点半那个时候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张图的趋势 那第一个是虚色的 这个虚线这一条 它是预估值 那蓝色是真正的公布值 那我们把这边画上一条直线 我们就会发现 今年的5月15号以前 公布值都比预测值要更高 那就代表说市场的这个通膨 其实没有打下来 正在慢慢升温 那你看从5月15号之后 我们把它清一下 你看从这个点开始之后 上个月是第一次 就是预测值在上面 公布值是在下面 那这个月呢 上个月是3.3% 那今天是3.1 所以如果能够回到这个地方 大概3.0左右 或是说你至少停在3.1 对股市它是加分 那我们来看一下筹码了 外资在今天它的空单又增加了 3万5千口 那很多人问我们说 你不是期货王子吗 那为什么外资整天在放空 它不是赔钱吗 到底是为什么 那我们就想了一下 就大概简单推估了 一个道理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是外资在这个去年年底的时候 台积电的持股的张数 OK 是1,894万张 那到昨天呢 是不是1,930万张 OK 那它增加多少 增加了35万张 多不多 其实还蛮多 把它乘上它的价格 大概有到好几千亿 那鸿海呢 它去年年底是535万张 那今年呢 到昨天是571万张 所以相减 跟台积电的这个金额 好像几乎是很像 都是35万张那么多 那我们简单推估一下 台积电它如果都 这个持有的话 大概是1,600亿的 获利哦 它现在还没有卖嘛 这是获利1,600亿 那鸿海呢 大概是355亿 所以把两个加起来 大概2,000亿嘛 因此就会发生一件事情啊 它如果觉得 它想要卖股票 但是又不想增卖 怎么办 很简单啊 就去空期货就好 对 你看 这是不是台子期的日线 对 你看这边 它的空单 是不是一路在增加 OK 它只要把这个空单增加 代表它就是在 慢慢的获利回吐 就是下车 获利下车 所以因为外资的操作 是这样子啊 它通常是 现货期货选拳 一起在操作 所以我们看 这个是目前 台湾的筹码的分数 原本上是良好良坏 那我们先讲两坏的 两坏 第一个就是法人的动向 外资的空单 其实一直都在增加 但因为我们刚才说 它的现货赚太多了 所以它的空单增加 你暂时先不用担忧 你只要 concern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它这个月线 你只要不要跌破 都没有太大的问题 如果这个盘持续向上走 OK 它空单越来越多 甚至到五六万口 十万口 也没关系 十万口 因为代表它只是在 让它这个现货获利的金额 它先落袋为安 但是它也可以把现货 卖一卖空单 搞不好也会赚钱啊 它还没这样做 对目前看起来操作 就是它在做这个 期货的避险 让它现货的获利 先提前下车 所以这是一个坏 那再来一个坏呢 就是我们看到 自营商的选择权 那自营商选择权 通常是做卖方 所以你看 它其实大概有将近 十一二天开始 偏空台股 确实 你推上去看 其实台股是往上 但因为自营商 我们说它做卖方 所以它是say了很多的空 也许是say了两万五 两万六 就很远的空 所以它可能就比较耐心 可以去凹单 那两好是哪两好呢 第一个就是 pull ratio值 就是全市场的这个金额 这个比值现在到100以上 还是偏多嘛 它只要是红色 就是多方 那第二好就是 大家心中的痛 就是散户 散户我们看第二个 散户在放空 我刚才想说怎么会好呢 好是因为散户放空 指数就不容易下来 就是对多方来说是好 所以你看散户是不是放空 那大盘持续向上走 所以从这个台湾的筹码看起来 目前就是两好两坏的格局 那大家要注意什么呢 例如说外资如果现货 也开始有松动的时候 就要小心一点 对就是现货卖很多 期货的空单增加 你可能就要特别留意 那就会发生一件事情 这个可能就会失速 什么叫失速呢 那这是一台车子 我们来讲一下 如果这样的方式 个股表现的话 要怎么样来做选股 那这个会用到KD指标 KD指标很多 这个老师也很喜欢用 大家都认识KD指标 对 那传统的做法是 KD到80以上 死亡交叉要卖出嘛 那黄金交叉是不是就买进 简单来说 那我们有回测过 这样是不会赚钱 所以这样可能得罪很多人 我们就不管 那其实这个方式 不论是大盘 个股或ETF 我接下来要教你们的方式 其实都可以 那像我刚才杜大师 有讲过什么 费波南希系数 很多深奥的理论 其实有的人 应该学不起来 那很简单来说 你就看这个东西 我们就听杜大师讲就好了 对 你听他讲之后 你就去看 讲到什么标的 出现这样的讯号 那其实很简单 就是KD指标的K值 K值 我们知道KD指标 就两条线嘛 就是K跟D 你把D值 就不要看它 看K就好了 K只要超过51以上 就是多方加速 正常高速公路 如果没有塞车 你上去之后 会开得比较快 对不对 那如果是在下高速公路之后 你的车本还比较快嘛 那你的K小于49 它就是一个空方 启动的一个状况 等于是高动能跟低动能的 两种的交易的方法 只看K值 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 左边是加权指数的日K 原则上我们不知道 这一波会涨到哪里 但是你看K值 我们留下一条 这条线就是K 那低其实有一个 浅浅的看不太清楚 那什么时候K上50 在这个地方 大概6月初 这个位置K上了50 那我们说上50 就是高动能 所以这个盘目前上档 暂时看不到天花板 那右边呢 除了加权之外 这个是台积电的日K 台积电日K 我们在6月20号有讲过 这个我们讲DMI 正DIF ADS等等 那从那天到现在 大概又涨了100块左右 那要我们看这个东西 K大于51的时候 我们都把它框起来 所以台积电 大概有这四大块 你就按照这个K 去做买进卖出的话 你其实可以避开一些风险 像这边不是在50之下吗 对 那这一段 你就会比较辛苦一些 那这个地方 你可能就可以重新上车 那现在看起来呢 买点在6月初这里 那这个大概是900块 那现在是1000块 所以大概又拉出一个100块的一个差距 对 所以只要看到大盘跟台积电 它都没有出现像蓝色 所谓蓝色就是下高速公路的 就是K小于49 原则上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那这个就是传产股 有些我们持有的股票会发现 大盘涨到两万四 怎么跟我没感觉 好 尤其是原物料相关的 真的有点辛苦 就会比较闷一些 那其实你可以学习这个方式 当你的K值掉到50以下 例如说假设是2105的振兴 那这轮胎大厂嘛 那这一天是除息 除息后它一路往下走嘛 你会看到它这都是K都在 这个49以下 所以目前看起来也是空方 你现在要买它 你就会比较辛苦一点 或是像1303的南亚 这一天 5月上旬 从这个地方开始 就是K小于49了 所以目前看起来 它还没有回去到红色这样 那如果回去红色 就会复制这样的走势 那目前看起来是没有 所以你练习它这种方式之后 你就可以避掉一些风险 OK 所以连这种ETF商品 也可以用这样的K值看法 对 那全台湾的人 大概很多人在玩ETF 刚才古语老师有讲到那一档 那其实都可以 你只要ETF它K大于50 它就是买进点 像这一档 这个00881 台湾国泰台湾5G 或是00929 一样 那你会看到 这一档是不是多方 好 科技的刚才古语老师讲的 对不对 是 我看应该K都在50以上跑了 都在50以上 好 刚才讲 技巧特别强 那现在这种高息的反而比较辛苦 对 高息你看它是在50的下方 所以它就是暂时是低动人 那你买进的话 你就可能就等配息 这样子 所以我们刚才说 大盘个股跟ETF 那其实都适合 那重点是 这个K大于50 51以上啊 如果长期已经很久了 你现在讲根本来不及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要讲第一天 叫做首发团 就是高动人的股票 超跑首发团 这真的 因为大盘的指标 很多都在一个过热区 超久的了 对 所以如果现在讲 那早就是一个月前 两个月前的事情了 对对对 所以我们就帮拉 大家捞出来看 首发团 那第一场是2357的华硕 你看它昨天 昨天才这个上51 所以如果它能够复制这一段 就是五月初 你看五月初到六月初 这一段 它是蛮大一段的 那它的基本面 我们可以稍微的留意一下 它的Q1 EPS是7.33 年增是424% 也符合大家的预期 所以华硕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那6176 背光模组的瑞宜 已经脱离高席贴富的阴霾了吧 对那你看到这个地方 它是除息的一个缺口 那目前看起来 它从下档往上弯 K值也刚好上去50 也是第一天 所以那个瑞宜 很快基本面 年增的EPS是164% 这个也还OK 那9945的润态星 这跟银件比较相关的连结 那它在这个50上去之后 在这边稍微横盘一下 那昨天是又站回了 所以它的EPS的这个状况 是2.46 年增相当高 那就比较怕这样子 假设一档股票 在K值的50附近 上下一直抖动 颤抖 我们就会比较难去抓取它 对所以可以留意一下 当它这样的状况发生的时候 可能就会有失效 好也许要等它表态 对 好那我们来看这个 第四档3533的加折 这一档今天的表现 其实还不错 应该有涨到2-3%以上 那Q1 EPS是8.57 年增是将近七成 它的K值一样 之前在这个50以下 是低动能 那现在是不是往上翘了 所以这样的股票 你都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这四档都是发动第一天 就是昨天收盘发动第一天 那今天可以观察一下 后续的一个状况 从形态上来看 也不是那种 已经飙到天上去的飙股 都整理过了 相对积极就比较低了 那除了第一天之外 我们可以交搭几个方式 那你可以练习 那第一个高动能 他如果持续要北上的话 有怎么样的方式呢 第一个我们会这样子选 我们的这个K值大于50 这第一个条件 那第二个呢 你可以去抓 最近5天投信买超比较多的 所以我们把这两个 整合在一起的时候 我都加了一个绿网 就是最近三年的 平均的股东权益报 首要大于10% 还把ROE加进来啊 对 因为我的偶像是巴菲特 他喜欢看这个 我就把它加进来 那我们发现其实这股票 也大概有十多档了 那大概这五档 最近表现比较OK一些 有些其实还没有涨 第一个是金元电 它的K大于50的 开始率是6月13号 就是很久以前 可能一个月前 它就K大于50 你看它从发动那天到现在 报酬率是42% 那上半年的营收状况 其实都算正常 都是好的 那像2308的台达电 全新统一日月光投控 都是属于这种状况 那你看这三档 它的报酬率其实还没有拉出来 那代表后续可能会有一些 表现的机会 所以你可以把高动能 搭配投信 有着墨比较多的股票 筛选出来 那右边就是 它高动能 那我们就搭配一个 均量要稍微多一些 就是1万张以上 本益比要低了 那这样筛选 股票就比较少了 是 筛出来 都是金融股 对 都是金融股 所以虽然你如果还有闲钱 想要投入股市的话 是 这些都是正常 就是可能可以着墨的 像这个富邦金 刚才那个杜大师有讲过 它今年到现在已经赚赢去年了 那本益比 其实它现在也只有13.96 那重点是 它K大于50 开始是6月3号 所以当时股价大概70几 现在已经90几 所以你练习这样的状况之后 你大概就可以找到 什么股票 可能它现在正要发动 或是你喜欢的标的 有没有符合我们买进的一个现象 OK 例如说我们再举个例子 我们看期货 股票期货 正常我们股票一两千档 我们不知道什么股票会开始动 我就会去看股期 有三个发动的关键 第一个就股期的量要超过2000口 这是第一个重点 那再来我们收盘 站上10天均线 而且它的均线正在上扬 代表它是一个多方式 那KD要黄金交叉 这比较难 同时要符合并不多 那最近5天 大概有这些状况 例如说7月5号上周五到1234这几天 大概有这些标的这么多 那我们简单来看一下K 这些都有个股期吗 都有个股期 我们才会把它拉出来 有个股期其实已经帮大家做了一个筛选了 大概就不到300档了 红海7月5号发动在这个地方 你看后续它还是往上走的 那它的这个发动那一天呢 它这个K值一样在50之上 所以它是高动能 那台达电在7月8号被捞出来 就是我们这个箭头的位置 你看你捞出来之后它有四根连续的红棒 而且它发生的时候 你往下看 这就是高动能 所以你只要高动能 股期又表态 它就比较有机会 那音乐达是这个7月10号是昨天 那今天应该也是跳空 大概涨了4 5%以上 那今天发生的是星星 好 这沉寂好久 对 除息之后 今天就涨停嘛 那捞出来之后 那你看它的这个动能 在50附近 你就可以明天看一下 它后续的状况 好 非常谢谢 总哥 好 再见 拜拜